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刚才我是有一次去做等于是每期之间视频我是等于是连着录但是每期之间我的视频除了软件之间那个后期是做不完但是我是需要去相当于是加一些笔记什么的从而是方便我做方便我录完相之后做后期嘛所以说算是稍微耽误了一点时间也算队友是等了我很久了啊所以说哎 废话都不多说了 嗯 错了啊本身是想换本身是想换一下物品的结果没有换上来 可能刚才有人问我为什么这么走说实话我也不太清楚因为我是跟着队友在走的 好像还可以啊直接到青熊兽的地方了我们这任务呢是一个大连续青熊磁火跟尾锤 我估计我甚至猜想我的连鬼人草可能都都咋不满这个这个怪就会死掉啊 还好啊最后一刻也是算是攒满了 像第二只怪火龙这个区域里边应该我记得没有错的话有一些小狗龙在 正好是把他们清掉另外呢也可以把我们的鬼人鬼人草也是稍微攒一攒 被死了吧好像是死了这样八个尸体吧反正大连续吗给的都是肉正好可以 估计一会吃吗现在直接吃了吧 磨个刀 呃我估计我的直接是去乱武德了 看能不能把尾断点啊 哇队友的线条也是埋得非常的专业啊 直接是愤怒吼叫的时候是把他的 踩中 这样尾位是断掉 但是这个任务断尾有什么用吗好像没什么用啊 这一个三段龙撤啊 蹭两刀吧把我们鬼人草蹭满 哎怎么小狗龙又小狗龙可以看之前我应该是把小狗龙都应该是都杀光了啊 这应该是有新刷出来的他们是从这个上面跳下来的吗 我是没有注意啊那边也是长了一些绿草 我真的是不太清楚这个小狗龙是从哪里刷出来了 刚才应该是把他都清光了吧 还是说因为有一只他躲在角落里我没有看见 实在清楚 这样还剩最后一只怪 我也是特意换上了暴鼠性武器 因为发现队友的暴鼠性武器非常多 打这种大连续的话 怪的话每只怪血比较少随便爆一爆就在我们的在这怪的暴鼠性抗性吧 还没有升到很很变态之前就直接已经被boss了 这个陷阱埋的地点应该是正确的 但是不要太靠前太靠前的话会直接被这个怪滚飞 这样怪愤怒没有好处来直接出硬直了 哇天哪 哇 哎天哪 这是拱我啊 结果我的翻滚方向又错了 这招真的是很难防啊 就是砸两条地 然后是拱下人 最早的时候我是连这招判断都判断出来 但是我现在能判断出来了 比较恶心的是呢 我判断出来以后 依然是躲不开他这个东西啊 没有滚好啊 哪张烧天 哪张烧天 队友好像没有被砸到像直接去继续输出 哎好像KO了 直接去打尾了吧 哇弹刀啦 中招算是比较多嘛 反正没有关系 毕竟我们四个人输出是很猛的 随便打一打就死了 头也是破掉 刚才我是好像是刚掉了斩位啊 结果是蓝斩应该是打他的尾巴是弹刀的 是没有办法 其实尾锤这只怪我个人感觉用双刀打还可以吧 毕竟他的一些攻击 好像我感觉就是一些动作比较 我个人感觉预备动作比较明显 但是双刀由于是他打怪的时候需要离着怪很近 经常是总之我打的感觉吧 就是他的攻击我已经预判出来 但是由于是离着怪太近了 可能一个滚刃步划不开 但是你划两个步呢又怎么说呢 就是你划完第一步的时候 由于是有期间有一个小小的硬直嘛 那个期间应该是就是 回避性能的无敌时间应该已经结束了 有时候会在那么一个时间下会直接是再中招 可能是我站位不太好吧 我没有办法 毕竟武器也是很多种武器 我发现现在就是我每种武器都会用一点 但是就是除了几把我用的很多的武器 就是比较熟练之外 圣灵的武器发现只要是时间一长 不怎么用的话突然拿起来 感觉上就是又变得生疏了 就是也是没有办法 这样这个第一期我们的这期的第一只怪不是第一期 发现好像暴数性真的是非常虐怪 我们队友应该是除了现在这个Yamato 这是什么锤呢 顺龙的锤 好像是绿讯龙锤 绿讯龙锤觉醒后是可以可以出毒属性吗 我们觉得绿讯龙武器觉醒是出麻痹属性的 手机错了吗 还是 我不太清楚啊 我们查一下危机吧 我为什么 我感觉很奇怪啊 这样我看一下 先看我觉得好像是双刀还是片剑 我觉得好像觉醒后会出 我不太明白 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概念在我的脑海中 但是 没有听清老外说的什么 最近发现老外的脉吧 或者说就是我的听力下降了 还是说这个老外的他的脉 给我感觉好像有点吵啊 就是音质不好 好像片剑绿讯龙的月讯啊 应该是绿讯龙应该是没有他的片剑的吧 好像是没有啊 只能 只能是升级成马的是月讯 所以说是没有 没有绿讯龙的片剑的 它是升级派生不是一个最终的前化 我们看一下双刀 我记得好像是有绿讯龙双刀吗 还是说只有月讯龙双刀 好像是有绿讯龙双刀 绿讯龙双刀是觉醒后可以觉醒110的马 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个事情 像他说要PO两只动格龙任务 动格龙 我是为什么这么想用他的套装去打他呢 先砍一下队友吧 队友好像是选择了弩啊 这样我们是全员用清楚 这样我们是全员用清楚 刚才他好像说 就是我们随便选一些随机的任务 确认一下是不是两只动歌龙任务 这样我看队友 我看队友也是选择了 炼黑龙的亲吻 这样我们是 好像都是轻弩 我们看一下 看名字好像是一个火龙的弓 然后两把炼黑龙轻弩 还有一个这叫仓火龙的轻弩 这样我们好像还有回复药 回复药拿一下 其实我觉得有必要带吗 结果我就不带了吧 算还是带上吧 哇这是谁要使了一个金色的猫卷 像所有食物都变成金色的啊 这应该是会百分百发动食物技能吧 这个效果 普通猫卷应该是把所有食物变成新鲜的啊 吃什么说实话 我是不太清楚 吃一个 真的是属性速射的弩 真的是吃什么都没有什么用啊 这倒是可以吃一个炮击数 这只会增炮击数只会增加应该是撤甲榴弹的伤害吧 我们扩散弹能增加伤害吗 我觉得应该是增加不了的吧 我记得好像是增加不了了 这样冻沟龙比较冷 拿一个饮料 然后呢 增加点效力吧 拿点银帽弹我 另外灭龙弹带了吗 我们有带灭龙弹吗 好像有带啊 这样看一下 房主是攻击UP大 血加50 速射跟一个属性空间上升 弓箭是攻击UP大 血加50 好像点错了 回避性能架 隐秘 回避距离上升 跟一个集中 另外这个仓火龙的弩是 心眼加2 攻击UPM 不中异常状态 跟一个部位破坏 我的技能是回避性能加1 攻击UP小 速射跟一个属性攻击上升 将四把远程 欺负两只动革龙 看一下 不会吧 上来就 直接先 我好像拿错了 拿的真的是彻甲榴弹 我应该拿的是 扩散弹啊 我还拿扩散弹啊 我还拿扩散弹啊 打我的一个植卫龙车啊 直接往反方向回避一下就可以了 看能不能把这个手打爆 打我来了吧 才这样怪倒地 我们 可能打凶了 现在他兄弟已经破了 破凶后 或打手吧 打上来 好像没有打上来 哇 追我们来了 我记得洞鸽龙应该是他在 诶 这是在打谁 诶 龙鼠用吸收是在他身上的兵等 是都破掉之后 应该是他的几只脚跟胸部啊 吸收算是比较好 但这个地方有可能直接把他打死啊 果然是打死在驱口了 不过无所谓了 有人要包 啊 不是 有人要扒皮吗 可以让他打死了 你能不能够 你能够的硬盖 我们可以去打死 好像这把弩是会往右偏斜啊 我的 我的攻击也是有点有点描不太久 随便打吧 随便打吧 不说打上来了 快闪 哇 这 直接强行输出了 刚才我是觉得 可能有人反瞒我 你就会太贪刀了 其实我已经考虑到了 是不是要停止收 就是停止攻击啊 当时是考虑到了 但是我觉得 我以为是怎么说呢 就是可以正好打完这个速射 从而是利用翻滚 等于是滚过去 结果是 我算是 觉得 没有想到速射 它是一下要射出四发吧 应该是 可能是射四发的时间也是很长啊 结果是 我是想象的速射的时间是比较短 结果 嗯 比较有意思 大家可以以后 算了 我也是跟 等于是跟这些人也是玩的比较久了 所以说 其实说久嘛 只打了几期啊 不过 大家也是打的比较开心 所以说 狩猎之后 随便 等于是刚才是玩的玩 一般 我是 可能是我有点废话 但是 总之是说一下我的看法吧 哎 比如说大家随便加入了一个房间 然后 等于是 刚加入嘛 还 感觉上是不怎么认识的 要是 一上来直接像 做我刚才我做的这些事啊 可能 有些人可能会讨厌你 因为 毕竟 感觉就是 新加入来一个人 谁都不认识你 然后 虽然病就是守着节奏后在玩 但是 有些人可能也是不太喜欢那么做 但是刚才也算是 随便玩玩 我感觉上 他应该不生气啊 我们刚才也是比较 比较 比较好玩 哎 大家回来 刚才也是发生了点事情啊 呃 我们房主他说 他的一个朋友想想加进来 因为房间满了嘛 我是 我就是主动退房间来 当然并不是不喜欢他们 我们我在最后也是 跟 也跟大家交换了一下 工会卡片什么的 呃 但是 说实话 这个 我是在考虑 等于是录的录的 录的差不多了 毕竟在这么一个房间内 我觉得打太久的话 真的是 怎么说呢 打到后边已经是 我觉得已经是有一点 进行无脑的输出了 毕竟我们四个都HR 两三百的人 好像还有一个人五百多吧 有些武器装备都是类似于 毕业装备 所以说 到后期确实是有点 有点无脑输出了 这样 我也是暂时 虽然有点舍不得啊 这么 这个房间其实打的还是很爽 但是也是不能太无脑 太无脑打多的话 自己的可能狩猎技术也会 也会变得无脑 这样我们 可能时间有点短 利用 等于是最后这点时间做什么呢 我想再打一只 就是 风鸭龙 应该是冰鸭龙吧 应该叫冰鸭龙啊 想再打一只冰鸭龙 只要是 最近一直在做他的一个 一把双刀嘛 一直做不出来啊 但是差 突然想起来啊 之前说好像是需要断尾啊 我也是又 因为手里拿着弩 又不知不觉中想去 想去用远程打的 这样还是算了吧 由于是需要断尾 我们可能是要换一个战术了 断尾的话 肯定不是用大锤了 想拿大剑吧 真的是想不起来用什么别的武器好用 也是为了破破他的意 换上暴数的大剑 我觉得这样应该是 没有什么问题啊 哎 带上饮料 带上 应该不用再带了 武器在好几期之前打 这就是等于是当时我是尝试要 升级他的这把武器嘛 当时也是带了 凯阳吧跟茶茶 我只是他们的面具 也是带了落学面具 结果我是完全忘记用了 不过好在是继位装备碾压上位 没有并没有浪费他的功夫 这回我觉得是 就是不 就直接是能使就使的吧 嗯 这个任务啊 诶 诶 这样我们出生在哪里呢 好像从这边就可以直接过去啊 先喝个酒 诶 另外我想做个实验啊 我们蹲下去的话 好像不能吃啊 好像蹲着的时候是不能不能吃东西的 不太清楚为什么 太脏吗 应该不是吧 是没有 我应该是滚一下 我想直接利用跑位 直接是跑过 他的这个 只是一个一段 我想直接是跑过他吼嚼饭嘛 结果是 失败了 就直接打斗了 哇 诶不错 倒地 这是哪儿 直接蹭一刀 毕竟现在我是优先要断了 哇 没想飞扑的 但是我的案件没有没有松开 这是要在 诶这在打谁 诶我们砍吗 怎么还在下边 对砍吗 赶紧上来 然后买个陷阱吧 诶 这是我刚才发的信号是凯阳马的 好像他买信的还挺慢的 诶无所谓了 这会不会直接限一下 先去 我先去破另外一个这边的腕 比较糟糕 完全错误了 刚才是太贪了 想去蓄投 结果 结果发生了一些不太好的事想 还是拔刀吧 大剑 我觉得大剑就是 我特别喜欢用拔刀啊 就是拔刀真的是 又又简单又安全 输出也不定 好 随便蹭一刀 怎么要蹭到 直接强序看看会不会中招呢 怎么打到啊 哇 这是 我猜这应该不是打我啊 刚才他的瞄准真的是有点 我觉得有点诡异 呃 刚才可以蓄力 但是可以看我们在一个角里 我觉得很危险 这个没有办法了 他在分度状态吧 应该会接一个前铺啊 我直接闪开了 还是拔刀流 直接去推打 直接蹭一刀 诶 就是一个非常 没有任何准备动作的一个小前鸟 我用长枪也是由于长枪 基本上 我是因为是打的是防反流长枪吧 我基本都是等于是正面正面上 经常是中着一个这个小前鸟 真的是一点的准备都没有啊 怎么还不倒地呢 打的脚是不是不太对啊 我也是没有 我没有怼着一只脚打 可能是打歪了或者是 好像 我也是不太清楚 应该是暴倒了吧 我觉得差不多了啊 我是强行的 我是想去 刚刚我序列也是等于是给他序列一个过座的序列 我知道是怪 我知道怪是已经 我已经打不到怪了 所以说 我先读过一段吧 可能是来不及了 所以说是强行续过多 卡洋吧 这是茶茶还是卡洋吧 好像是茶茶 茶茶现在也是处于一个愤怒状态 直接把人头给收了 我天哪 好了不要再闹了 茶茶 天哪 跳起了 我天哪 吓死我了 刚才我以为茶茶要直接跳崖了呢 那边能跳去吗 不好 不好这边爬不上去 天哪 完 没法来得及吗 刚才我是看的茶茶 好像他想不开 想要跳崖 那边的地形也是 好像是有一个悬崖似的 这样我现在是缺 应该是缺他的急 急的话 由于是能在尾巴 是能扒出来 所以我们先扒尾巴 身体我是不太清楚 只好像只获得了一个普通的尾巴 没有 没有合到他的急 身体我是不太清楚 能不能扒出来 好像来不及了 只能再扒一次了 少扒一次啊 这没有办法 刚才茶茶真是吓我一跳 以为想不开跳崖了呢 一个毛匹 又一个毛匹 好像获得了一个急啊 但是我们这把刀一共要 好像是一共要十个吧 我们现在算上刚才这个获得了只有三个 还是差很多 这没有办法 我甚至现在在想 这个既然这么难获得的话 我可能会考虑到网上连击的房间去建一个上位冰亚龙的房间 可能 可能要打一打 是不太清楚啊 可能是运气不好吗 所以说没有获得 还是说就是很难获得 最为是不得日 不过这期有先到这了吧 也是可能有点久了 也是相当很喜欢 这样我们下期见